面对佛像口诵佛经的时候 就如同佛亲口告诉我们 要修善改过 精进道业 励志修行 佛经是佛所说的 信佛 学佛 进而成佛的方法 诵经的起源 出自于印度释迦佛的时代 因为当时的佛经 没有印刷本 也不用抄写本 都是靠着口跟口的口口相传 国家 国家的质栏 祈福 也是诵经 所以这个诵经变成是 照着佛 它的真言 它的为言 它的佛法 产生一种的加持力 所以这个诵经功德 肯定是由地诵经 演起来 今天慢慢我们现在大多数都会 我会诵这个阿弥陀经 诵佛量寿经 诵此大圣经典 向我们的资楼发挥 就一定要有其他的大圣经典 来产生具足 这个善严 所以诵经的功德 也是由这个所在 给我们了解 这边的道理 面对佛像 口诵佛经的时候 就如同听到佛亲口来说法 教诫我们一样 已经犯得过错 赶快改正 尚未犯得过错 决心不犯 已经修得善功 努力增加 尚未修得善功 智力去修 十方新闻 会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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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顿炒 顿炖 王 德医 转发 告 断双 格纯 转发 业务 る云 转发 摰 顿炒 顿炒 下茯 压 转发 洋 转发 顿炒 顿炒 的环 转发 肚子丁